神笑牛,上帝为你这下重重险阻,只为成就你,哪怕不幸,也是曲折的美好,只要你肯等待,就一定会枯木逢春,柳暗花明,如果花儿还没有开,那是因为季节还没有到来,相信物极必反,就能绝处逢生。 嗯,遇见的都是该遇见的,失去的都是该失去的,经历的都是该经历的,今日处牛人的整体运势不错,跟身边的人配合得很好,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事情完成,剩余的很多时间,能够用来做想做的事情,也能够好好的休息了,今日爱情运势不错,单身的人开始有了谈恋爱的冲动,会主动去结识异性, 原本就是这样来的,今日工作运势非常好,效率高对于成就的获得真的是有很关键的作用,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效率吧,今日财运运势不好,金钱的消耗特别高,特别是在一些物质的享受上面,真的是有很多想买的东西,今日健康运势一般,休息的时间长,但是睡眠的质量却不怎么高,这一点要想办法解决, 牛年生人啊,即兴刚业活泼之风气,贤因寻恶慢尊大,至于掌上之意见不合,善恶断分之体,骨雀圆满交集心,做事偏激的反响失败者多,对此信与矫正修得金术,记忆的意志者,自然的良言,牛年生人多推论,思索,奋斗,意志强, 成为,女子者嫌孤独,自信心强,不容易与何人相处,失去幸福虔诚,对共同事业难得持久力,少年愿为固执,失败,下出口陷入不正式端惹祸, 属牛的朋友,能力出众,精力充沛,争强好胜,不会心意像困马低头,在过去的时间里,他们的运势处于低迷的状态,难以实现人生理想,在九月,他们的贵人欲旺盛,会有很多的贵人,为他们的事业,提出宝贵的意见,前途不可限量, 只要努力付出,注定硕果累累,裁员广将,享受荣华富贵,属牛人在三十岁的时候会遇上命下的一劫,这一年在事业上会遭遇很多挫折,最容易被小人所陷害,甚至很多压根不认识的人,也跑来捣乱,不仅工作上知事不顺,命运也大受影响,这一年会过得很难受,很多事情都陷入僵局, 在生意场上尽量低调形势,才能平安度过,属牛的人容易给人带来温馨感,懂得变通,在外混得开,九月下旬即兴照耀,到时候运势大红大紫,进而催发台运,而且运气逐渐旺盛,倘若接触好运,将会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,此外生肖牛的他们,望后三个月投资项目,上面,也会有更多的进展, 同时要注意的是,不要在细枝末节方面耽误功夫,详细滴水都可以穿拭,经过不断奋斗,不久的将来生活富足美满,财运,小吉,本周财运大好,官运会使你的政策锦上添花,此段时间适合与政府合作项目, 会很容易操作成功,也一定会实现大的盈利,寻找与政府合作的机会,事业,下评,本周你的做事方式尚要彻底的改变,不然会困难重重,突破不了事业瓶颈, 尤其要在管理上努力而为,爱情,小吉,本周感情上淘花正好,一性缘较佳,单身人师可趁此机会多与一性交往沟通,成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些,多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认识新的朋友,人缘,小吉,本周我们不妨转移世界, 介于时间多跟同事朋友聚聚出去游乐一下,对人际关系的发展好处多多,对重要朋友的情缘发展,也是很有利的,祝愿鼠牛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福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鼠牛的家人和亲朋好友,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报三元,吉祥如意,招他内福, 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,人的一生尤其有落,我们的运势也是这样,就好像潮水一般,鼠牛人若是感觉自己最近经历不济,时常犯迷糊,或是对前途充满迷茫,想极力改变现状,不妨试试鼠牛人专属转运手链,必然也能得到相应的福报,除了保佑自身招财健保以外,也能保佑家中亲人一生顺遂平安, 也可祝望你的事业运,官场如鱼得水,职位步步高升,达成目标,点击下方蓝色自己查看,属于你的本命磨开光吉祥物,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聚采手材,顺利平安,消贩免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